上课了,凯莉老师 活动5,发挥创意,画出平面图形 B,画出接下来的两个平面图形 第一题,爸爸买了一个蛋糕 写出他用来装这个蛋糕的盒子的立体图形 答,盒子的图形是长方体 第二题,画一条直线把下图分成两个正方形 B,画一条直线把下图分成两个长方形 标上直线的长度 第三题,立方画了两个平面图形 共有七条边 这两个平面图形是什么?正方形和三角形 第四题,这两个平面图形可以当作是什么立体的基本图形 答,可以当作正方棱椎体的基本图形 第五题,完成长方体的展开图 第一题,有五个顶点,五个平面和八条边的是正方棱椎体 第二题,有两个平面 两条边和一个曲面的是圆柱体 第三题,球体与其他立体图形不一样 因为它没有平面 B,根据特征,在盒子里画出平面图形 第一题,画一条直线 把长方形分成两个三角形 第二题,画一条直线 把长方形分成两个长方形 第三题,画两条直线 把长方形分成一个长方形和两个三角形 B,把正方体中相对的两个平面涂上相同的颜色 各有三对平面 下课啦 同学们,我们上一课继续 我请大家继续留下我们的频道和点击关注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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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